屏東縣以過去的選舉經驗 基本盤始終是綠大於藍 相反原住民地區 卻常歧視國民黨的天下 民進黨為了打入原住民族地區 在各原住民鄉紛紛成立聯絡戰 在過去屏東縣原鄉地區 幾乎不曾推出過黨提名人選 這次前鄉長侯金柱批綠袍參選 具有指標性意義 目前為止 還沒有人願意批民進黨的彩蛋 來參選鄉長 這一次我毅然決然地 就是來用民進黨參選 我覺得是雖然有挑戰 但是值得挑戰 讓我們原鄉部落 這是民主政黨要平衡 這樣子我們才不會長期地被一黨獨大 所壟斷或所愚弄 代表國民黨參選鄉長的孔潮 狹者現任的鄉長頭銜 尋求連任 由於國民黨在原鄉仍佔有優勢 原本的選情較為看好 不過8月被檢方調查工程弊案遭到積壓 但競選幹部仍持續進行輔選工作 表明在未判定有罪前應該以無罪推論 雖尊重司法調查 但不希望因而影響選情 這個敏感時期做這樣一個司法的動作 當然我們所有的支持的團隊都有表示一些質疑 但是既然已經成為事實 我們也堅信司法歸司法 選舉歸選舉 而且收壓僅是一個調查的過程 檢察官一個調查的過程 我們堅信最後司法會還給他清白 而且收壓不等於是有罪 孔潮侯金柱在鄉長選舉中再度對決 也紛紛推出政策希望獲得選民的青睞 前任鄉長侯金柱捲土重來並改舉利期 挑戰尋求連任的國民黨鄉長孔潮 上演部落罕見的藍綠對決戲碼 選前的敏感時刻 司法調查為地方選情投下了一顆震撼彈 選情會如何演變 只能等到11月29號的投票結果 記者歌手屏東獅子採訪報導